我們從來沒有說到 他今天公佈的 所謂的這些介殼蟲的照片 我們還是呼籲 對岸要提供這樣的一個完整的科學根據 我會這邊正式的回應 第一個 以後國台辦不要把照片透過記者會公佈 請他把科學根據 直接透過 我們本來就兩岸在處理的防檢疫的 中國的對岸的海關總局跟我們的防檢局 直接提供科學根據給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說到 他今天公佈的 所謂的這些介殼蟲的照片 我們還是呼籲 對岸要提供這樣的一個完整的科學根據 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他提供給我們的 所謂的不合格的 就是一張簡單的日期 一個所謂的檢疫的這一個輸入表 那我們 有具體的回應了兩次 以鳳梨世家為例 我們在去年 10月提出了監禁措施 2月 有具體的回應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在今年的 鳳梨世家的 借殼蟲不合格率 那降到了 比去年還減少 9月10號提供完整的經濟措施的做法 給海關總局 可是他卻不願意跟我們坐下來討論這些經濟措施 是不是有達到效果 而直接在9月19號 做這樣的一個片面的決定 在9月20 讓所有的鳳梨世家跟聯物 暫停的輸入 第三個 還是再次的強調 所有的動物植物防疫 在國際貿易上 都有一定的遊戲規則 WTO的規定 講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介殼蟲的處理 到輸入果之後 直接薰針就可以輸入 為什麼 對岸 要和所謂的國際的遊戲規則 完全不一樣 很樂意的 把我們所有的 不管是 2月底的鳳梨 以及9月19號 他們片面決定的鳳梨世家跟聯物 我們雙方可以具體的做下來 把這一個動物植物檢疫的技術問題 來把它改善 我想這個 才是對 對岸的消費者 對台灣的農民 雙贏